很多人做蒜蓉小龙虾 直接下锅就炒 那就是大错 做出来的小龙虾又苦又不好吃 正确的方法是 蒜蓉剁好后 先加清水清洗一遍 这样才能去取苦味 颜色才会更加漂亮 再把水分挤干 分成两份备用 先油温烧到六成 倒入群里干净的小龙虾 下锅炸 千万不要炸久了 炸十秒钟左右 就立马捞去 这才是龙虾肉质Q弹的关键 起锅烧油 先放一份蒜蓉 开蒸火 慢慢的炒香 其实点不两红心都无所谓 但我相信这么详细的教程 看完视频 你学到了东西 自然会帮我点的 炒至蒜蓉微防 然后到日炸好的龙虾 大火翻炒均匀 再到日一瓶没有喝完的啤酒 调味放食盐 鸡精 白糖 蚝油 把调料搅融后 盖上盖子 煮八分钟 再到日剩下的另一份蒜蓉炒香 最后再放点十三香 勾勾勾芡 开大火送龙汤汁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蒜蓉小龙虾 帅香味龙非常好吃 你要试学费了 再也不要担心 龙虾做出来不好吃了